他的存在不是不可以 而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阻止 定定的非常的清楚 让所有过去的民众 包括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透过这个委员会 他可以去平反 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么 这个委员会有受到这么多的一个诟病呢 就是因为他很明确的指出 他要处理的几大事项 处理完之后呢 这个任务编组就解散了 所以会导致呢 让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一个东厂 我在这里要跟秘书长讲一个事实 这是在我们南投县所发生的 我们南投县有很多的袁肯明 就是他是很早期 包括今天早上口文集委员提到的 有很多原住民 他是在国民政府还没有来之前呢 他们就在台湾这个土地 他们就在这边做事 耕作包括他们居住 那因为国民政府来了之后呢 当然所有的土地全部归为我们政府所有 那政府呢也把这些的土地呢 交给不同的管理单位 有我们的国产署礼物局 还有包括台大实验岭 在我的选区当中呢 我们就有将近是5000户 他的土地是属于台大实验岭的管理区 那在这样这个管理区当中呢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民众呢 早期呢政府他认同民众在这边居住 他也知道这个土地是这个百姓的 所以呢他当时呢 曾经有开放过放岭的这个制度 我相信秘书长可能对这个过程 不管哪一位立委 只要是在山区的这个立委 他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曾经呢开放过有这个放岭的一个制度 那后来呢 不晓得哪一年呢 我们政府呢自己又是大面积的去做 这个土地的一个登陆 那后来导致这些的民众呢 现在原本是属于我的土地 已经不是属于我的土地 那么政府呢又给他一种 就是放租的一个制度 那透过这个放租的制度呢 你要配合政府的相关的造林 同时你70%做造林 30%呢要 是我允许你应该种植的这些农作物 你才可以来做 这些事情呢 百姓也都照这样的做了 但是也现在呢 因为我们所有相关的法令 包括我们的水土保持法也好 包括我们的森林法也好 都是越定越严格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种植物不能种 包括他住的地方呢 如果我们认为是危险区域的也限制他来住 所以现在呢 这些民众呢 已经在政府的缩边底下 如果没有按照这样的规定 包括呢 我自己登陆之后 我政府就可以告诉你 这个土地不属于你的 你必须要搬离开 我要跟秘书长讲的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 这是我们认为所谓的不公不义 如果我们今天委员会的存在 可以透过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把这些的这个正义还给民众 我当然认为我们委员会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应该要先处理这些 攸关于几万人在台湾所存在的事情 不应该先处理自己认为他们的这些 国民党的党产的问题 我说实在话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跟秘书长讲这个事情 就是告诉秘书长 如果我们政府呢 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但也因为法规的规定 现在越定越严格 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 本时也会希望透过这个委员会能够来处理 但是呢如果这个委员会今天存在的必要 不是这个任务型组织结束之后呢 所谓我们百姓的正义看不到 我觉得这个委员会真的就没有它存在的必要 也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那我现在要来请教秘书长 就是今天我们现在大家所谈到的 有关于转型正义 我们都会以228这个事件来作为一个例子 那事实上它当然在1995年的时候 行政院就已经有成立了财糖法人228事件的基金会 它也透过物质的补偿 还有精神的慰住 这样的一个原则 有补发它的这个补偿金 那也透过很多的这个活动啊 包括这个调查等等的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让大家心里面舒服 而且也达到了我们平反的一个目的 那今天我们现在这个促转会啊 我们要负责的是历史真相的一个调查 并且要推动其他的相关立法 那所以今天委员也很多也都提到 我要再请教秘书长 到底这个委员会他的一个实质的 他的一个权力 为什么可以去查到过去几任 总统都查不到的一个事情 他的权力会来自于哪里 包括刚刚秘书长也提到 现在有关于我们司法权的部分 本来就应该回归在司法的部分啊 那这个委员会是不是相对的又扩全自己呢 转型争议里面 你刚刚提到228事件 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转型争议的例子 包括原住民的土地有没有 这个早期被占用的 那个土地有没有规范 包括金马地区因为早期 动员开论时期 那时候战争 这个两岸的战争 那个时期所 那些土地有没有归还给人民 这些还有包括日据时期被占用的一些土地 将来怎么归还 其实这个都包括在里面 他的范围很广 而且他所做的事情应该是持续性 而且不会短期内就做完啦 这是第一点我要说明的 那第二个就是转型正义要成立个委员会 我们今天一早上不一定要再用一个独立机关这样的一个性质 你在行政院如果要做可以用一个临编的临时编组的一个委员会 然后找一些人来成立 然后这些成立可以送给他什么样的职权 在合法的范围里面做行政方面的调查 我觉得这个也是也是可行的 那至于司法调查的部分 那个部分当然就归司法了 司法调查的部分那要讲求政绩啦 当然那个比较困难 那比较困难 但是如果能够在大海中能够抓到一两只 很值得我们转型正义的那些大鱼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啦 好 秘书长因为事实上 就是我们在讲说这个单位 包括228事件的这个过程也没有我们的这个委员会的存在 他还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啦 并不需要很多事情都仰赖这个委员会嘛 现在所有的调查机关也好 行政机关立法机关都可以做到很多 我们去查明真相的一个事实 如果现在都做不到了 更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委员会 又怎么可能能够做到 其实这个是相互的一个矛盾啦 那我要请教这个秘书长 这个促转会的一个权限跟他的组织音乐也牵涉到了 这个宪法权力分立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呢他有强制调查 甚至有进行裁法的公权力的话 那当然就不能用这个任务型的组织来设立嘛 必须要有独立的一个行政机关的一个方式 那就要透过立法 是 制定相关法律 对 那所以呢你觉得这个到底如果 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 到底他要怎么样不会虎头蛇尾 能够让我们能够达到 我们希望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能够去公开 但是呢又不能够凌驾在 我们很多的这个立法包括调查犬之上 他有一个组织是 这个组织可以发动 但是你真的要去执行的时候 你就涉及到人民权力义务 你就是要制定法律去规范 所以我们一直提就是说今天要达到转型正义 单单成立这个委员会 他是不过的 他必须要去制定相关法律 或修订相关的法律 来强化法律的规范 然后去达到他的目的才有办法的 好 谢谢秘书长 我想就是也就如同 如果今天呢我们讨论了这么多 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定定清楚的话只是沦为很多人诟病的一个清算的一个工具 那我觉得真的我们委员会也要检讨 我想在这里未来还有很多的细节要讨论 届时我会再一一的来请教秘书长 好谢谢秘书长 谢谢你 好谢谢徐委员 好我们接下来要请周辰秀霞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有请秘书长 请简秘书长 周辰秀霞委好 秘书长好 秘书长今天